天氣熱 陽光強 許多人會往百貨公司躲 就是想吹免費冷氣 但貴哥貴姐們恐怕沒顧客 這麼幸福 空調面板上大大寫著32.5度 這是人來人往的台北車站 一二樓百貨員工的休息室 看看他們各個辛苦工作 休息時間想吃飯 吹冷氣 卻得面對如此高溫 就有人因此熱到中暑 因為想要休息 就是想要涼快一點 30度可能太熱了 會很辛苦 就是不太舒服工作 就會對身體不太好 業者回應並非定溫32度 只是休息室位處東三門角落 冷方效果差 已經著手加裝獨立空調改善 而受到太平洋高壓影響 全臺持續高溫 週一到週三更有來自大陸的熱源包圍 和西南風沉降作用之下 大台北高溫滲起有可能 再飆破37度 以上的天數已經有來到八天 那這個已經是歷史的一個紀錄 而八月才過一半 就已經連續十天出現36度高溫 截至十三號為止 更有八天飆破了37度 都破了一百二十年來的紀錄 加上歷史用電前時高 今年就包辦了九名 儘管經濟部長李世光拍胸脯保證 只要大基礎不壞 就不會再亮限電紅燈 是否真能達到這個目標 全民等著看 對王者王複敏的角組 台北報導